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恋爱的人来讲圣诞节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在一起约会的日子 可是真正重要的一个日子今天是行献纪念日 可是今天很悲哀的是在行天纪念日我们要讨论的是 今天此时此刻的台湾我们的整个的宪法的架构 所有的整个我们中华民国108年里面 历经了多少的痛苦摧残跟所有前人的牺牲 到今天手上那么一丁点的宪政的体制已经被摧毁殆尽 这是我们最痛苦的事情 反渗透法只是其中之一 而反渗透法又将会怎么样带来真正可怕的战争的风险跟危机 蔡英文用反渗透法把台湾推到一个怎么样的悬崖边 大陆现在怎么看台湾 大陆现在看台湾是说 不是说台湾要不要回归 台湾要不要统一 大陆在讨论的是台湾怎么样统一 对两岸是好的 对中国是好的 那台湾人你还犯傻吗 你不要到五年十年之后 你悔不当初 那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律师林献彤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蔡英文他不用遮掩了 你就是强推反渗透法 而且公然以领导人的身份出来校正 要求在12月31日以前 要通过反渗透法 1月11日选举大选 你差这几天吗 你真的觉得它很重要 台湾这11天这十几天会亡吗 你不能够等到选举过后 你再次得到人民的授权 立法院再次得到人民的授权 你好好的真的来修一个 真的你反正透吗 那所以你到底有怎么样的 不可告人的一个心理 为什么用违反宪政的一个途径来推 为什么我说违反宪政 因为你是用民进党党团出来推 这样一个牵涉人民 牵涉整个行政部门 牵涉整个社会的 牵涉两岸的一个法律 竟然不是由行政院提出来 这表示没有真正部门觉得说 我们有这个需要 就只有你民进党觉得有需要 民党推出来 而且直接你就搞二读 所以包括马英九 包括连民进党坐过牢的 李秀莲 前副总统李秀莲 他都站出来 不可以啊 你蔡英文你到底在干什么 怎么可以以你总统之尊 你站出来指挥国会 连宋楚瑜 宋楚瑜是游走在两边 也帮蔡英文做很多事情的 连他都说 这个立法让人担心会给台商戴帽子 连柯文哲都说 你除非你要公开透明 不然会有反效果 台商现在人人自为 觉得你根本是制造引爆恐慌效应 因为反渗透法里面的本质 已经我们的条文讲过很多遍了 你把大陆全部14亿人都定义为渗透来源 叫做境外敌对势力的政府所属的组织 或者机构或者派遣的人 那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 全部都是渗透源 这样子怎么办呢 律师 反渗透法呢 它是彻底的一个违宪立法 因为它并没有宪法的授权 而且呢我们的宪法呢 已经在民国八十年有一个宪法征修条文 已经很明确的把我们的领土呢 定义两个地区 一个是大陆的 现在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治底下的 所谓大陆地区 另外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 所谓自由地区或叫台湾地区 那么既然已经定位成这么一个宪法的用于 把大陆定位是我们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它是大陆地区 但是呢在反渗透法呢 并没有呢 在条文里边重新明确定义 究竟你所称的境外渗透力量 境外敌对势力 那这里所称的这个境外呢 它现在就其实就整个就把 大陆当成境外 把那个征修条文的大陆地区呢 直接移植成为这里所称的境外敌对 那不但呢 它不但用这个境外敌对 所谓的境外敌位呢 它紧接着又把它定义两点 一个叫做交战 一个叫做武力对峙状态 与我国交战或武力对峙的国家或团体 所以这一句要是最严重的地方 如果民进党蔡英文政府 或它的立法院呢 在12月31日通过反渗透法 就等于同时宣布大陆地区 就是所谓的跟我们的交战 或是武力对峙的地区 那等于是跟它宣战嘛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因此呢 我说它不但是一个违宪立法 而是一个台湾片面对大陆宣战 让台湾呢卷入战争边缘的一个无效立法 林律师这样解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还没有想到这一层 我们之前只是一而再再二三的从这个条文里面 这个民进党的草案条文里面 你看到它用心之险恶 然后它违宪违法的一个状态 但是经过律师解释之后 这个其实就已经跟大陆宣战 而且是换个方式宣布台独了 愿我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与我国交战 或者武力对峙之国家 所以大陆叫做武力对峙之国家 所以大陆也叫做境外敌对势力 所以不是我中华民国境内 所以等于偷换概念把中华民国变成只有台湾 那你北京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它里面重置替换 然后偷换了很多概念 是不是吴委员 我当时是 我很佩服林律师的这样的观点 他可以说一语重低 入目三分 他从法的观点到宪法的观点 他是讲到的重点 当时到立法院的公听会 内政委会只有一场公听会 只有两个钟头就结束了 那我当时是国民党推荐的代表之一 你有去就在台湾 我在现场 我在内政委员 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 如果民党要推反圣动法的话 必须蔡英文总统先宣布 我们跟中共现在是交战团体 处在动员刊断断时期 你说的好 你如果回到动员刊断断时期 就没有问题了 你说的对 我当时就讲啊 那你如果没有宣布 他为动员刊断断断时期的话 请问如何来界定 目前的反圣动法 所谓境外敌对势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这种不确定概念的 境外敌对势力的话 每一国家都是 那我请问你 我们的渔船到钓鱼台附近 日本拿水箱喷我们 那我们是 日本是不是境外敌对势力 是不是也适用反圣动法 对不对 我们跟菲律宾之间 为了这个捕鱼的争议 中非之间捕鱼的争议 跟印尼之间 是不是全部都适用 越南也有 越南都适用 美国也有 因为我们在频道 美国的 跟我们有领土上面的 有领土上面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反圣动法 你如果明白指涉的是 中共 是中国大陆 你就写出来 有本事写出来 你如果没有 不敢写出来的话 那我要告诉你 你这个法律是一个 不确定概念的法律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构成要件 完全不明确 我当时就讲 构成要件 完全不明确的话 就叫固辱人罪 罗兹罪名 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为 全部都是 包含以后 海机会的人 到大陆去访问 帮我们台湾的人 去做签证 去做认证 或两岸的婚姻 或等等各方面 这个也是反圣动法 适用的规范 我们的 行政警察局的干员 我们两岸 我们有签署 两岸合作犯罪 打击犯罪协定 把双方犯罪的人 都可以交换 把交易回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 也是适用反圣动法 你可能稍一不胜 全部违法 那再来就说 郭台铭 那显然是反圣动法 里面一定要抓住的一个人 因为郭台铭 居然红海赶到大陆 设富士康 而且富士康 用了一百万的大陆的人 一百万人当中 他有多少共产党员 而且他富士康当中 还有大陆的党部的支部 那全部都反圣动法 使用 哇 渗透来源在里面 没有错 那就全部完蛋了嘛 所以我就说 这个法律非常的好笑 后来国民党办的 公听会当中 法务部的代表 明白的讲 他说因为构成要件 很难认定 那如果到时候 届时构成要件 没有办法确认的话 检察官 一例都会不起诉 可是我就被折磨一两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立法 侵犯人权 违反宪法 刚刚林大律师讲的很清楚 违反宪法 侵犯人权 然后完全是一个选举操弄的立法 因为原来蔡英文讲说 国安三法最后一块版图都做好了 包含国安法 包含国安法 包含人民关系条例 包含情报法都好了 忽然之间冒出了一个反渗透法 根本不在反图 不在他的拼图之内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而且回到另外一个重点 我当时表达的第三个重点 目前中华民国的法律 要守护国家安全 不用反渗透法 目前的法律全部都够 目前的法律全部都够 包含刑法 包含全部都够 而且在国家安全的保障之下 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 不会因为反渗透法没有利 我们国家安全就有疏漏 不会因为反渗透法有利 我们国家安全就更严谨 不会 但是它伤害到我们的国家的 民主法治人权宪法 现在却是每下愈旷 造成了整个人民没有办法 尤其是在大陆来往的人 我觉得最可怜的是第一个台商 台商任何动辄得救 全部都是反渗透法规范 而且马上都可以引起事实 第二个是怎么做两岸交流人 以后台湾的村里长 不能够到大陆去跟社区交流 交流情况之下 你全部适用跟境外的势力 有构成了一些事实 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大陆读书的学生 去读北大的学生 或像之前这样 你过去到大陆去读中医的博士 那结果你全部都会适用到 它所有的反渗透法内容 当然啊 每个大学都有 共产党 没有错 然后里面的那个大学有一个校长 可是校长的上面 还有一个书记 书记啊 书记给我颁发证书什么 我就被渗透了 你就被渗透了 那全部都适用了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 所以我们今天在行线今日的今天 来谈这样一个违宪的立法 我内心其实是很难过的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在追求 中华民国立宪的精神吗 我们整个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 不就应该要大开大合 越走越能够辉宏吗 所以刚刚您大律师讲说 他根本没有宪法的授权 讲来一天一点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根据宪法制定法律 根据法律制定行政命令 两位大律师都在这个地方 叶尔鵬也 叶大律师都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读政治学的ABC啊 那你今天就算没有宪法 白纸黑纸的明白授权 你也不能违反宪法基本精神啊 这完全拳头到尾 全部违反 所以他才不敢做明确的指涉 可是实际上 他从头到尾 就其实只指的是中共政权 只指的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还在讲这边啊 他的目的 他目标指的不仅仅是中共政权 你跟中国大陆民间的交往 全部都算在这里面 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所谓的中共的政权啊 不是只有中国共产党 如果中国共产党 因为大陆有党营事业 如果说中央他有国营事业 他国营事业是很多很多 你想象不到 那如果东方航空公司 那算不算是渗透来源 那算哦 在这地地算哦 可是刚刚讲到 如果说你纯粹旧法论法 这样一个纳粹法西斯的法律 他怎么执行呢 我告诉你 与我国交战或武力对峙 刚刚郁生兄也讲过 日本也算哦 我们有钓鱼岛 然后这种争议 所以所有日本在台湾的企业 全部都是渗透来源 Toyota也是 Honda也是 你今天跑去买了一个Honda 你就被渗透了 完全按照这个逻辑哦 我没有多一分没有减一分哦 那你今天买一支苹果手机 你也是被渗透 为什么 因为美国跟我国 也有武力对峙 也有渗透我们的必要 因为泰民岛有争议 美国跟中国民国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跟菲律宾跟印尼跟索尔 你怎么怎么处理 但他当然就是指示 唯一指示要指涉北京 指涉大陆 他偷换概念变成境外敌对势力 的政府 及所属组织和机构 或其派遣之人 多么恐怖啊 就包山包海了 上海市政府 他如果有另外有一个组织 然后有一个公司 里面派了一个人到台湾来 完了你跟他吃一顿饭 你被渗透了 如果呢 吴委员接受大陆的邀请 去大陆演讲 对 好演讲民主政治 台湾实践的风貌 这够发扬台湾了吧 台湾之光了吧 然后你去人家一定招待 落地招待 机票招待 全世界都这样嘛 然后给你演讲费 完了 被渗透了 所以 但是如果 吴委员是民进党的 没关系 你是自己人 所以就没事 这一套法律 为什么运用之妙都在这里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事 但是我只要你是我的人 通通都没有事 好 那刚刚讲说 法务部说 诶 这个没有办法 到最后一定都不起诉 但这个微妙就微妙在这里 我先发布消息 今天十路搜索吴玉生办公室 然后搜索夜药棚 然后风风雨雨 然后怎么样 然后 SNG车去拍一拍 然后搜索 然后抱走多少电脑 然后把你抓起来 然后收押禁建 然后禁止你出海 限制出境 然后一年后说 我不起诉了 这样可以吗 按照出法律都可以 这个独裁的特色 独裁政权的特色 是什么呢 德国的魏玛宪法是最好的 宪法学者公认是最好的宪法 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 那独裁的特色 希特勒怎么把它玩弄呢 他把他玩弄了什么 行政 立法 司法三个权力一把抓 这是独裁 民主国家的特色是 三权分立 互相制衡 那独裁是把它三权混合起来 他这个是立法 透过立法机关 把行政权跟司法权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怎么讲混在一起呢 就像刚刚之前你所说的 是不是外国势力 是不是渗透的来源 这个就执法的时候 执法的人的那个新政 他可以根据这个法律 立法是他 民进党立的法 执法的时候 只要他执政的时候 他检察官是他的哦 然后他也就会认定 他可以认定 就像你刚刚讲的 只要是你民进党干的 通通没事 这个还不算 非民进党的就算 这个就执法跟立法混在一起 那司法当时怎么判呢 怎么判也是他 因为他执政了嘛 司法院大法官都是他的人 所以这个叫独裁的特色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法是很危险的 怎么讲危险呢 蔡英文在玩火 我敢这么说 为什么他是在玩火呢 很简单 今天他不敢由行政院主动提出来 他由立法这些立法委员 把他冲这个法出来 因为他们也 我想他们也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呢 他们以为可以蒙骗的过去 他想到什么呢 大陆老共那边来个什么 反国家分裂法 别忘了哦 他的反国家分裂法 第八条 第八条规定什么 规定的很清楚 他说任何人 任何团体 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如果台湾发生 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故 这个法立出来 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哦 这个就符合他的反分裂法 反国家分裂法的第二个这个要义 第三个 或者是他感觉到和平统一可能完全丧失了 你立了这个法 大家都做这个法 就不可能有和平统一的问题了嘛 就不太能够往来了嘛 在这种三种条件 如果成就任何一个条件的时候 大陆就可以怎么样 因为他反国家分裂法 开宗民意讲得很清楚 两岸要和平统一 追求国家将来在中华民主的复兴等等 但如果这三个条件成就任何一个条件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怎么样呢 他就可以采取其他非和平手段 或必要的措施 非和平手段就是武统 必要的措施就是封锁 就是给你经济封锁 他不要打你 他不用一兵一组过来 他潜水艇就台湾海峡一摆 他好像几十条 他就可以摆个十条八条的 这里统统禁止航行 是不是封锁了 你台湾经济什么都没有了 你等于是说 我蔡英文今天在玩火玩什么 你立这个法是提供老共可以用非和平手段或是必要措施来对付台湾 因为这个解释他可以很容易就解释得出来嘛 我刚刚都我用很简单很短处的时间我就可以把它解读成这样子了 如果我今天老共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解读 我当然可以这样解读啊 就像律师讲的 这个法就是直接跟北京宣战啦 所以委员你讲的没错 没有错啊 北京他执政的他要做什么手段 一方面他要顾及国际观察案 二方面他要顾及国内的反应 因为也不是大陆每一个人都要武统啦 有很多大陆对台湾也认为大家和平嘛 交融嘛 有一天水到渠成嘛 下一代去解决嘛 因为很多采取这种态度的 更多的是这样啊 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 你等于是逼习大大 非得走这条路不可 否则他内部会斗争啊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说蔡英文在玩火 那我们老百姓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在这个地方点醒 就这次选举也许已经来不及 他赶着要在选举之前 把他赶快通过 他通过的目的是干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在12月31日 为什么一定要 投票日是1月11日 他赶着要跟谁交代 会不会是要跟美国交代 我想或许有这个可能 我们没有足够的争论 但我们可以用客观的形式来研判 因为有没有这个反振透法 对台湾的权利没有什么差别 对就像香港港独为什么以前不搞 现在在搞 这也是美国下的棋子 因为香港台湾都是美国的棋子 都是美国的棋子 今天美国人用香港这个棋子 台湾他也要把你当棋子来用 那你蔡英文不能不接受美国的指示啊 那是组织的脸色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他把我们台湾绑在中美交战的坦克车上 把台湾人民台湾的这个幸福安全 通通摆绑在那个战车上面 由我们打前锋 由我们打头阵 到时候牺牲的是我们台湾人耶 蔡英文可以坐直升机逃走 他那个路线演练过很多次了 闭着眼睛都会走 纯熟无比 那蔡英文还有一件事情干得非常纯熟 就是违法违宪 他上任以来他干了什么事情 水利会改制 农田水利会记得吧 因为他选不赢 他就全部都收回去了 然后国家机密保护法 修法延长出境管制 反正他就是要管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也是一个纳粹型的组织 不当党禅处理委员会 他直接把国民党的党禅 当成是没收 然后而且是他定义 而且这日期定得很奇怪 1945年8月15日 日本一宣布投降就开始了 然后军公教年载年改 把国家对军公教的退休金的承诺 一句话收回来了 监察院干预司法权陈世梦 他竟然要去管法官的新政 说我不准你这样判 这个没有违线吗 改变考试委员人数跟任期 然后公投法规定的 按照这公投法规定 然后人民举行公投 2016年举行公投 他说我不执行 你拿我怎么办 然后现在还要再推反渗透法 所以蔡英伟是这样干的 那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呢 大陆一定就是要收回台湾 14亿中国人不要说多了 就95%都是要统一的 那你要怎么样对待大陆呢 大陆现在的辩论不是说 要不要统一 是要怎么样统一 来看看这个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 怎么样的一个辩论 到底是要武统还是合统大论战 那找了一些两岸的 关于两岸有研究的人士 但其中只有一位是台湾人 就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张亚中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中将王洪光 他说大陆如果对台湾发起攻击 分分钟就可以拿下 没有常驻居民的东云岛 远在南海的东沙群岛 跟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列岛 对台湾产生振折作用 拿下这三个岛几乎不太会有人命的损失 可是整个台湾大概股票 可能一天就结束了 搬机可能往外飞的搬机可能 两分钟就抢光位置了 然后大家开始抢美超 抢白米抢黄金 抢粮食什么东西 然后张亚中他的说法 比较代表的是很大一部分的蓝营的支持者 或国民党人他们的想法 等一下我来读 然后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再� 还有前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 这几位其实都是大家的好朋友 他说王再熙说 一国两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充分照顾体贴台湾人民 现在的矛盾焦点是要不要统一 本来就是台湾人之所以反对一国两制 不是反对两制 是反对一国就不要跟你统一国 这是所有台湾蓝的绿的想法 然后他说台湾方面在操弄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承认一国两制台湾等于灭亡了 中华民国等于灭亡了 于是大家对一国两制表示拒绝态度 但这是一个误会 这王再熙讲的 他说一国两制是统一后的制度性安排 第一步还是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 平心契合的协商 只要认同一中的前提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包含统一是什么方式跟条件 大陆都会听 我不在乎台湾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我关注的是执政的政党奉行什么两岸政策 如果蔡英文连任仍然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比较悲观 因为蔡英文不可能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会越搞越糟 周志怀说台湾无论谁当选都要考虑 下面四点两岸要不要和平 要不要和平红利 要不要跟大陆打交道 如果要跟大陆打交道 要怎么打交道 如果要谈分裂 分裂没有和平 台独就是战争 这一点我们是坚定 我跟你讲 你台独看看好了 大陆就是会打 我在大陆念博士我的师兄们 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 但他说 如果台湾独立了 我不要当医生了 我要去当兵 我要打台湾 这就是每一个大陆人民的心情 所以你要不要跟他们赌呢 周志怀又说 如果台湾愿意跟大家谈判一国两制 包括国旗国号国歌都可以谈 但我觉得这是有时间性的 没有永远在等你的 然后海洋安全跟合作研究院的院长戴旭 还有王洪光也说 最终的2020统一的关键节点 是有几个判断 第一台独势力已经在岛内占多数 统派已经被边缘化 第二个我的判断是 和平统一的视窗在台湾已经关闭 台湾民众跟大陆民众 在统度问题上的意见背道而驰 第三个判断 时不我待 再有五到十年解放台湾 统一台湾的时候 将是两岸不可承受之重 而戴旭说 有三个矛盾来看 中美关系在2020是不是到关键点 第二组矛盾是 大陆跟台湾之间的矛盾 第三组矛盾是政治跟军事的矛盾 你会看到大陆的专家在讨论了 这个格局是这样 来看 台湾唯一去参加的是张亚中 张亚中他所说的比较是一个 台湾的蓝营的心情 因为他讲的 台湾的绿营是不承认的 他说大陆跟香港是父子关系 1997年不得不统一 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 但台湾跟大陆是兄弟关系 并且台湾比大陆年长38岁 某种程度上台湾是兄 大陆是弟 而且台湾这个哥哥对弟弟也不错 89年之后很多台商登陆投资 协助大陆经济发展 解决两岸问题武力统一是最简单 最粗暴的方式 和平统一才真正考验两岸的智慧 好 然后他说 第一步应该先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因为他讲到了说 和平统一这个事情 刚刚王将军的谈话 如果在台湾的电视播出来 蔡文的民调马上又会多几个百分点 他说要先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但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一下子就跳到 统一后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 一国自然不会是中华民国 两制更无关制度 而是指彼此的位阶 是中央对地方 不管是台湾人或任何一个政党 都难以接受 所以他认为大陆应该要先谈 统一前两岸的政治关系 赵小中讲的话 我其实不太赞成 因为他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但是我还是把它读出来 所以这是现在两岸的一场大的讨论 现在讨论要怎么样统一 律师你怎么看两岸现在搞到这样 反渗透法丢出来 又会怎么样 大陆在讨论是要合同无同 我想必须要很严肃地补充两句话 第一个当然是反渗透法这里 所称的境外 因为法律一定要先定义 把文字定义清楚 然后定性跟定位 这个法才会变成活的法 才能够去施行 才能够被适用 那民进党的这个版本 他直接我刚讲的 他把宪法正式条件所称的大陆地区 这是我们的宪法用语 是我们宪法上面所称的 国家固有领域里面的大陆地区 他把这一部分 字而不论 直接就跳过来说他叫做境外 所以国民党 国民党 你的立法委员跟全民都要去问蔡英文 跟问民进党所有立法 你所称的境外的境 以何处为境 是以台湾海峡就划分开来了吗 台湾海峡以外就叫境外吗 如果是这样的划分法 那你这个定义显然就是抵触了 第十一条所称的大陆地区 因为大陆地区 我们那边去拿个台湾证 我们自由进出啦 那边投资什么的 那边的人都可以来继承啊 那么我们的行政院里边 还有一个大陆事务委员会 直接可以处理跟国台办 他有时候透过海协会 海机会两会协商 可以直接处理大陆事务 紧急的时候一通电话 直接就跟国台办联络啦 所以显然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 蔡英文政府 仍然将北京的国台办 和台湾的大陆事务委员会 作为共同处理两岸事务的官方机构 那这种官方机构 他不会这里所称的境外敌对势力 所以这个境外两个字就是一定要在立法院里面 一定要解释清楚 如果不解释清楚这两个字 这个条案就搁置 就不能够让它通过了 但国民党要怎么搁置呢 民党根本不怪你 那全民难道我们的全民大家 我林宪宗是学法律了 我能够静默以待吗 不可能的啦 台湾这么多学法律的人 法律中央的学法官 为什么都沉默呢 所以今天的国民党的所有立法委员 都一部车子 全部都上街头 因为他在这不但是把大陆地区变成境外 而且是把它当作是交战状态 武力交战的交战国 所以是人家北京没有宣布跟我们交战 是我们自己主动向对大陆宣战 这就是我整篇文章 今天我今天来这个节目的整个论点所在 是台湾公然主动的对大陆公开宣战 你在12月31号只要当 把这个条一通过 就等于台湾正式跟北京宣战 你是交战国 那就只剩下武统这条路了 大陆想要跟你和平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已经宣布交战了 所以不管是一边一国也好 或是民进党的台湾的那个决议文也好 跟蔡英文借壳上市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 他当然白分之后 赤裸裸的本来就是台独嘛 那这种台独的这个面向 我们要把它可以接下来 那今天呢我们不要去接他 他如果通过反渗透法 就等于他自己把面拉下来 直接向北京宣战 好啊那就打吧 这是有关这个反渗透法 他只要敢在12月30日 敢通过 全民要立刻上街头 因为是民进党政府正式向北京宣战 这是我今天上这节目 你一定要告诉全体的全同胞 同胞告诉13亿的所有的中华 在中国大陆的中国的那个同胞 大陆同胞 对 是公开已经宣战了 你认为北京会不会忍受这个反渗透法 说不定北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北京说不定还没有看过这个 你把它说破了 我又把它点破啊 是人家北京向你宣战了 那你的那个北京你应该如何 台湾向北京宣战 没错 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至于 再来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定位 有文字定义 再来就定位 他已经把大陆定位为敌国嘛 定位为交战国嘛 那以后这个定性很重要 因为本来这个立法是平时法 还是战时法 这是变成一个战争法了嘛 动员勘乱条例就是战时法 动员勘乱时期它是一个战时法 战争法对不对 这战时的战争的战时 所以当时我们宣告宗族动员勘乱 就开始回复到两岸的和平互动 那今天它是回复嘛 回复交战状态 所以呢反圣斗法是一个战争法律 全民要听清楚它是一个战争法律 是把台湾带进战争不是边缘 在战争状态 这就是我要告诉我这个台大学妹的蔡英文 蔡英文 你有没有弄懂这一点法律啊 你是直接把台湾带进战争了嘛 已经不是边缘了 那你美国或日本如何操纵是他家的事啊 他身为领导人他应该党啊 他应该党啊 好第二点为什么行政院不敢提版本 你行政院内部有个大陆事务委员会 你如果是一个 他自己提版本的话 对啊那叫大陆事务委员会 要整个把它割出来 你还需要的吗 就不能够有大陆事务委员会 所以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讲说 要把大陆事务委员会 并到那个所谓外交部里边的中国科 有没有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逻辑在这里嘛 那民进党在乱搞 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大家全民的眼睛要 很清楚的看穿这一点 为什么苏贞昌啊 苏贞昌你是我台大我法律系的同学 你为什么不敢提这个版本 那你来跟我辩论看 你这个版本能够站得住宪法的立场吗 你这个版本能够实行吗 所以反渗透法不只是恶法 他根本就是把整个台湾带进战争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在10月11日 元月11日投票前要来做 他在操弄一种战争状态 这本来当然就是刚刚主持人也讲的 应该是等到明年520 看谁当总统 谁组织一个新的政府 那时候的新政府如何看待两岸关系 我再多讲一句话 你蔡英文你用中华民国借核上市 紧接她一直在讲 骗我们大家 叫维持两岸和平现状 你有维持吗 你自己戳破自己的脸 所以这个条文百分之百 绝对不能让立法人通过 只要敢通过这个文 全民啊全民 大家上帝头直接都攻进总统 跟攻进立法院一点不够成叛乱 林宪彤讲的 他怎么可以通过这个条文呢 反正那是违宪 而且带进一个一个战争 所以我今天上次节目 最主要要告诉台湾人民 我们要阻止这立法 大陆的实战役 我的同胞 不能让台湾的政府通过这个恶法 最要的目的在这一点 反射头法如果是我 我如果明年1月11日 我如果去参选 我如果当选 那我520通过之后 我要定的反射头法 是防范外国势力 介入两岸关系 你看对我来讲 我的看法就这样 那就来看谁得到老百姓授权呢 蔡英文凭什么12月31日 就一定要过这个法 很简单一句话 我刚刚那话的意思 蔡英文跟民进党立法院党呢 立刻撤回这个法案 撤回法案 他不可以在12月31日 在那边让他落锤通过这个法律 但是蔡英文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 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然后背后有外国势力 而通过之后 是把台湾放到战争里面 等于宣布我们现在是战争状态 所以任何人 你跟交战国有任何往来 你当然就叛国 所以反正都把他的逻辑 背后的原理是这样 就像动员勘乱时期 任何人国民党台湾的人 如果跟大陆人游往来 哇你就匪谍就抓起来 就是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 然后大陆在想什么 大陆在想的是 我们该合同还是无同 可是反渗透法一通过以后 那就没有合同的空间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真的通过这个法律 请问我们的法院 如何定义跟定位马席会 马英九跟习近平握手了 那那个马席会难道就是 你这个所谓 反渗透法里面的这一个 就是那个犯罪协会吗 蔡英文也到北京去出席过会议了 全部通通抓起来 但我刚刚讲过他们有个原则 叫做我自己的人做什么都可以 没有 反正最大的荒谬 还有一点就是没有主管机关 一个国家的法律没有主管机关 内政部说不是我 法务部说不是我 大陆委员说当然不是我 那到底是谁呢 那行政院说因为我们没有提版本 那就民进党党团 所以到目前为止是第一个荒谬的地方 所以主管机关是民进党党团吗 对对对 等于是这样啊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恶法嘛 是一个危险的法律嘛 再第二个就是刚刚大律师所讲那个 当时我表达的观点就是说 你不管叫做武力对峙团体 境外敌对势力 或者是交战的国家等等 你法律通过之后 你行政机关要依法律的授权 要公告说哪几个是属于这一类的 譬如说我接定中共我接定日本 我接定菲律宾我接定印尼 如果没有接定的话 这个叫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要处罚人民要用确定的法律概念 也就是说我人民要知道 请你告诉我 那大陆是不是敌对势力 印尼是不是敌对势力 菲律宾是不是敌对势力 他应该直接写在法律里面 没有没有没有 法律里面没有写中国大陆 没有写完全没有 他必须写啊 他必须写他如果不写 他就应该要授权给行政机关要公布 公布出来才能够法律明确化 那我人民才知道我要如何来遵守 那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他们到目前为止 行政机关没有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 那最重要就是他不想解决 他不想解决 他反正就是要顾问 所以我的观点跟林宪宏律师 最后不一样就是说 他一定会硬过 因为他一定硬过 他一定硬过 逆天理违反宪法背离人权 他今天什么事都干 他一定会过 那这个只有靠未来 如果不是由民党执政 是由国民党当选 或国民党立国会多数的时候 才全部把它推翻掉 才把1月31号的恶法 去把它推翻 在2020年的新的立法院会期 全部把它推翻掉 那武统合同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这样讲了 我觉得里面 我大家请大家肯定张亚中教授 张亚中教授在台湾都被化成统派 大家都觉得他很偏 可是他今天在大陆这场座谈会当中 辩论会当中 他至少表达了台湾蓝营里面的 基本的观念 对 我想到这个蓝营 对对对 而且他念之在之 就是说他希望和平统一的希望 绝对不要被否决掉 所以你看那个大陆军方的那个副司令 就是中将王洪光 他表达就是说和平统一已经关闭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讲这句话 如果大陆真的觉得和平统一已经关闭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的台独势力会更加的 更嚣张的发展 台湾的人性会更加的背离中国大陆 背离中国 也就是说两岸的发展过程当中 蓝营作为蓝军 我们在台湾最痛苦的就是说 台湾的年轻人因为反中 因为反送中的关系 所以因此变相的在支持蔡英文 对 可是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呢 他完全不懂 他完全不懂 蔡英文不要年轻人 对 所以国民党过去的优势两岸的论述 或者像九二共识这种比较安妥的论述 或像马英九这种比较 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 不同不独不服的论述 维持现场的论述 现在对台湾的社会来讲的话 都觉得有点过时 可是哪怕是这样 至少蓝营今天张亚中教授所表达的观点 他曾经参加过今年这一次的 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嘛 所以他表达的观点 至少是我觉得对蓝军来讲的话 台湾社会还比较能接受的 那请大陆一定要了解 如果连张亚中教授这个观点 都不能获得尊重的话 都要以大陆军方这种观点为主的话 那我觉得两岸一定背离了 所以王再熙 国台办的前副主任 跳出来帮张亚中教授讲话 我觉得是对的 代表就是说中共在文人主政的思维之下 习近平总书记他算是文人 文人执政的情况之下 军方的鹰派的观点当然要考量 但是基本上和平统一 未到最后的绝望的关头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和平统一已经关闭了 那这样的话就没完没了 所以一国两制也好 九二共识也好 基本上在这个目前的观点当中 台湾的蓝营 或者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党员 我的心情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再被民党扭曲 但是大陆这种军方的观点 会让我们蓝营的观点 或我们主张两岸走向统一的 这种发展的人被严格的扭曲掉 第二个一国两制的东西 当然我们基本上目前的思考 我们还是中华民国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过很多 我做一个蓝营 我不怕面对一国两制的讨论 我不怕面对这个民实 也不怕面对这个讨论 我们大家好好来谈 看什么是你要的 对什么是你要的 什么我也要的 所以我也不认为张海中所讲的说 大陆所讲的一国两制 就一定是他是中央我是地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干嘛跟你谈对不对 谈就是说没有设前提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来谈对不对 没有设前提情况之下都可以来谈 然后我们避免两岸的军事对峙 我们避免两岸的军事 战争的情况 所以我其实期待两岸的发展是 第一个没有战争的两岸关系发展 第二个不排除统一 往和平统一的方向去渐进 但是让时间慢慢谈 所以从我的思考当中 马英九直升那八年 我认为是和平统一的渐进过程啊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因为有和平统一的思维 两岸都不作战 两岸都不对立 所以才会有二十几项 将敏昆当海协会的董事长 签出来的协定啊 才能够让两岸的包机 从直航到两岸的直航 到犯件打击协定 到各种方面 连地震都有两岸共同 防务地震的规定啊 那连SARS的风暴开始就 两岸都有联手防治所谓传染病的 这个协定啊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我认为这个都是 和平统一的过程之一 是逐步渐进 然后我觉得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心 才比较能够拨乱反正 回归到两岸统合的方向 我觉得郁生兄他是少数 我认识的国民党里面的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里面呢 少数对于两岸 能够有勇气跟智慧来面对 而不是像 我很久没有骂蒋万安了 不是像蒋万安那样子 跑去变成那样子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 你在这个座谈会上 你会看到大陆的鹰派 跟大陆的鸽派 是怎么样看两岸的关系 然后张亚忠他也讲出了 台湾蓝营的心声 因为台湾蓝营其实是 非常辛苦的一些人 因为在马英九 我仍然必须要讲到 国民党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李登辉他是国民党的 党主席的身份 然后来干净了很多台独的恶事 然后接下来就是陈水扁 陈水扁搞了八年 然后马英九上来之后 他没有拨乱反正 所以年轻人才会现在变成天然独 所以马英九是 刚刚玉生就讲到 马英九在两岸上面 做了很多推进 可是他忘记教科书 这是何其可怜又危险的事情 然后来 南京军区副司令 王洪光 这代表军方了 他说大陆人称台湾人为同胞 台湾人叫大陆人为陆克 但我其实讲陆克 已经都是比较 比较对大陆心怀和善意的人 才会讲陆克 因为陆克是大陆观光客的简称 其实没有那么恶意 真正恶意的 他不会叫你陆克 他叫你阿拉拉 或者是叫你什么 阿六 阿六仔 或者是叫你说你是中国客人 中国旅客 那个是很严重的敌意 叫陆克的一般来讲是比较中性的 那他们不能接受 他们觉得陆克 你把我当客人 那我把你当同胞 他说现在80%台湾青年 对大人已经没有同胞感 这是真的 就是天然度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革命的首要问题 不可以含糊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兄弟了 然后呢 他说改革开放之后 大陆给台湾的温暖几十年了 然后一中政策没有错 我们没有说一中是中华民国 也没说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说的是中国 然后王再熙就讲说 这是一国两制 然后周志怀说 连国号国旗国歌都可以谈 以2020年来说 最重要的时间点是台湾1月11日的选举 所以他仍然认为选举的结果 会影响两岸关系 现在谈的这个合同 我和平统一或是武统的话呢 这个问题其实都是 学者之见也好了 对 或者是现实环境也好 真正最后决定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在中美两国 那是真正 最后的决定 是走向哪一边 用哪一边来完成 是中美关系 逗到最后 决定性是在那里 我们现在所谈的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 都是属于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真正的关键是在中美 势力的嚣张 所以说 今天像刚刚那个王洪文 王将军他所提 他所讲的那些话 那些话呢 是等于是说 今天蔡英文的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反渗透法 他是提供这个提友给王洪文 提财国给王洪文 让王洪文的话可以越骚越旺 就是台湾反渗透法 其实是让大陆的鹰派 鹰派更有说话的底气 你看都已经这样了 这个不用武统行吗 然后就像歌派 对 就闭嘴啦 歌派就变成闭嘴啦 对啊闭嘴啦 你看你们对台湾 这么好有什么用 结果台湾就是一只白眼狼 我们对他在怎么好 对我们这样我都知道 知道我们了解这个 你越了解大陆的民心 大陆是14亿人的民心 蔡英文打什么算盘 他打什么算盘 他不自己行政单位提 他由民意代表来提 这个不是我政府的立场 这是民意机构的立场 他一方面他对老美可以有所交代 如果我们的推测是真 我们推测说老美在后面 你弄一两个东西来让我好那个 但老美有的时候 我刚刚说过川普 我们瞧不起他的 川普你不要以为他很聪明 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华文化 他懂得实在太少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推敲 为什么民进党提 为什么不是新政院 为什么以前不提 为什么在节骨眼上 中美斗得正火热的时候来提 就是一定有川普 后面耍这个棋子 他连这个什么新疆的这个 维吾文署人权法案也出来 同一个时间 西藏 同一个时间 各个牌都打出来 所以这后面一定有美国的手在推 那美国是蔡英文不敢 因为你蔡英文如果今天 如果你当选连任的话 我跟你讲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的演讲考 你是不是要送给大陆看看 我问你要不要 上一次就任就有啊 上一次就任就有啊 他送给大陆 大陆那边看过 可以 所以他那时候不讲 这不是讲了吗 就是说不会改变现状 有没有 大陆有看过吗 当然有送去啊 我觉得就是 送的人我都知道是谁 但后来 后来好像当天 反应大陆 北京的反应非常激烈 对 是反弹的 是啊 因为我听了蔡英文的演讲之后 当天我也立刻写文章骂 所以他扣 没有他扣了他一个 他扣的最后 他只能让到这样子 所以他最后的时候 他不会改变现状 所以今天你如果通过了这个法 大陆可以就放你过去啊 你觉得大陆会沉默 鼻子摸摸 不可能的事情 我刚刚说过了嘛 习大大后面有没有压力吗 是不是 还是会有压力啊 但是他要做什么 要进 要退 该强烈 该温和 他必定有一套逻辑啊 武统不是说武统 他讲武统就可以 今天就武统 但你要武统 你必须国务院做出决定 决定的 你还报给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 最后还要向全国人大代表 你这整个是改选预测啊 整个方针都改变 有这么一个程序 他才可以 我定要 我要对你台湾 武统 是不是 那你要做些些出来 你是不是要一定要有东西提供给他 让他有理由做这样子 他总要有个理由 反渗透法就是这样子嘛 那个理由十足了耶 十足啊 你怎么做实嘛 用法律把你大人在位阶上 变成是 敌国 我就分裂出去 境外 然后不是我们的领土了 是 我就分裂出去 所以我说这个完全是政治性的法律啊 它完全有这个影响的层面 其实你说我们 哪一个台商会因此处罚啦 什么为啥 那已经是最小的事情了 我讲的是 大环境大格局 它一定会产生这个 整个反应过来 大陆不反应也不行 你不反应也不行 你如何对王洪文 他们这些鹰派交代 还有很多大陆的 其中的人民 还有一般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 对不对 但王洪文讲的话也没有错 怎么讲没有错呢 他其实没有威胁 他不是威胁 他讲的是事实啊 他说我大陆把你称为台胞 但你称为我路客 但其实我们路客是没有恶意的 可是你如果大陆期待 台湾现在还像以前 跟两岸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话 这个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就不可能了 我说为什么 百分之八十的台湾年轻人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啊 除了你刚刚所说的 因为台独教育 灌输了二十年啦 政党轮替人家二十年啦 二十年当年十岁的小孩 现在三十岁啦 对 这社会的中间力量啦 所以这些人你要怎么改变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陆来 那个时候当年上个世纪 蒋介石带来 到台湾来的那一批军工教 包括军人 公务员员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 大概来了两百万 那两百万已经逐渐凋零了 凋零了 他们都凋零啦 是不是 那凋零了 就是因为上一代的凋零 恩怨勤仇可以化为 就大家都可以 为什么上一世纪的时候 他如果十几年 十几岁的时候来台湾 现在都已经八十几 八十几啦 为什么上个世纪不能来谈和解 为什么蒋经国的时候不能谈和解 因为那些人还没凋零 他们只是想家 但想家回去以后 他们也不想再打仗了 当年打仗为什么打仗 我们讲小环境 国共在争权 讲大题目 制度之争 不管争权也好 制度之争也好 今天已经尘埃若丁了 大家都得接受这个现实 那背后也还有苏联跟美国 对 那种背后力量 这个题目又把它拉得更高的层次来讲了 所以今天面临我们必须认清现实 然后做出一个怎么符合现实的这个做法 能够符合这个整个世界局势 找出一条应该走的路 我想这个才是正办 当然主持主席适者应该有这个智慧 不会没有 包括你说习大大也好 那这边呢 台湾是比较没有 台湾这为什么没有 因为政党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去走 也是 狗安逸语 狗安逸语 我可以了解 就是因为要计算选票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格局不大嘛 但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提醒国民党是说 其实你如果大开大合 其实会有选票 其实像郁生兄 郁生委员这样的立场 不见得跟谁一样 可是人民是会尊敬的 是会愿意投票给你的 是啊 所以我才觉得说面对这个问题 国民党这个大选 结果不管是胜或半 国民党必须面对两岸的问题 重新大开大合 走路线大辩论 重新检讨九二共识 面对一国两制 来审慎的思考 国民党整个的做法看法 我对反圣动法 民进党的立法 我知道他的策略 他根本在法律当中 他不提中共两个字 所以他不会产生像林宪彤律师说 讲说 这个是已经把中共当作交代团体了 他没有 因为他会讲说 我也没有修改宪法 我还是中华民国政府 我蔡英文还选这个国家的总统 还是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名叫中华民国 你太了解了 虽然我的副总统能选 就务实台独赖清德 但是我是虚伪台独的蔡英文 反正我这个法律就这样定 果然当过立委就不一样 我这个目的就只是要选票 我根本然后让 他里面没有中共两次 对没有中共两次 所以你中共如果胆敢对我怎么样的话 就是你中共要来打我台湾 就是你无力攻台 就是你你先对我不仁 而我没有对你怎么样 我只是在维护我的国家安全 他现在整个逻辑的思考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这个不是靠说 你看他如果白纸黑字里面都没有出遍中共两个字的话 那中共自己他就会说对号入座 你又对号入座了 这是两个法条的直接火车对撞 中共已经通过反国家分裂法那么多年了 今天台湾他就用反渗透法两个对撞 因为台湾在反渗透法里边直接把北京定义为境外交战国 我要在这一再强调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明白的透过反渗透法把大陆北京定义为定位为定义跟定位为境外的不是中华民国境内的是境外交战国 看最后版本啦 但是你目前看到的草案没有没有北京两个字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们都知道他讲的是北京 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讲大陆 他在讲的那个敌国知道 但他里面没有这两个字 那北京跟13亿的中国人会那么容易被呼嚷吗 没有他也没有写中共两个字也没有写北京 也没有写中国大都没有 他就呼嚷 所以听见同来这边代表大陆告诉你们 你就是蔡英文跟台独他就是把北京定位为定义为交战个境外 蔡英文打这个插边球有用吗 插边球这个就各取所需啦 我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解读啦 我不想怎么做我就不这样解读啦 我要抓谁我就怎么解读啦 你中午对要日做我就说你自己对要日做啦 然后我想要让谁限制出信 我觉得这太好玩了我也要 我可以让所有我讨厌的人限制出信 所以我说蔡英文他两面手法嘛 一方面要对老美交代 一方面对大陆说我没有做得那么坏嘛 大陆一定他一定有派人跟大陆讨论说 没有把中共写进去喔 现在没有这个管道 现在没有这个管道 所以我说他面临的就是如果 如果他当选连任他就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一定要有所说明 一定要讲清楚 所以大陆不会放过这一点啦 他不会放过这一点啦 他不会说你没有把中共两个字写进去 他就觉得你不要再给他 他就说那不是指我 他又不是幼稚园的学生 他又不是幼儿园的 他当然只把你定义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简单一点啦 就1月11日就下架他们就结束了嘛 你再怎么样最低最低我们的门槛是 立法院让蓝营过半 或蓝营跟蓝营的朋友们过半 那这个法律就直接给他翻掉 那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这简单嘛 跟他们吵什么 你跟民进党人一读脑就残 你跟脑残的人有什么好聊的 没什么好聊的 好 谢谢 他们真的刻意有回避 对 真的因为我跟他们在座谈过的时候知道 波特王是吧 土味情话是吧 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大陆人 我们还剩下的吗 我的天 该不过真的有人相信这样能撩到没吧 我真的要笑死了 接下来土味情话时间 开始 不要抱怨 抱我 最近又有一言说我喜欢你 我要澄清一下 那不是谣言 我是九 你是三 除了你 还是你 你知道你和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星星在天上 而你在我心上 这是我的手背 这是我的脚背 而你是我的宝贝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六点 不 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我想买块地 什么地呀 死心塌地 你累不累啊 不累 可是你都在我心里跑了一整天了呢 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人 嗯 不对 你是我的心上人 我结婚你一定要来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新娘会很尴尬的 哎呀 我今天好心腮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都被你填满了 好了 以上这些呢 只是大陆土味情话的冰山一小 我想表达的是 这些真的只能当笑话听一听 如果你真的这么撂尾的话 后果一定很凄凉 啊 我最近感冒了 啊 为什么 你着凉了 不 因为我对你完全没有抵抗力 我想吃碗面 什么面 你的心里面 我这么完美的人 就只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缺点你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了 啊 为什么 不然 我见你一次 就会喜欢你一次 哎 你猜猜我什么星座呀 白羊座 不对 我是为你量身定座 哎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怪可爱的 认识你以后 我只想成为一种人 什么人 你的人 对了 你等一下可以帮我洗一下东西吗 可以啊 写什么 喜欢我 嗯 好 kommer 来 我们愿意 我们好 topic 真正好 感情 要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